Hi, 我是陳老師 記得Subscribe、Like和Share這條片 謝謝你 一定是我們搞錯了些什麼 除非不是 這集講未習慣 即不是說你未習慣 是微細的習慣 所謂的未習慣 就是簡單到不可能會失敗的習慣 這樣也失敗的話 就真是像七師傅所說 無語問蒼天 一日做一個掌上壓 一日看一頁書 一日寫五十隻字 一日拍一條十秒的片 一日聽我的廢話一分鐘 或者一日課金一元給我 當你養成這些微小的習慣之後 你就發達了 我都發達了 多謝大家 記得課金 講金不講心 昨天先講了這本書的作者 Steven Geiss 的另一本書 《成為不完美主義者》 但他的經典之作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這本書 《Mini Habits》 有些人留言跟我說 你講那麼多東西幹什麼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要行動 但我做不到 我都知道看片學英文 我做不到 我都知道拍片的重要性 但我做不到 不要再責怪自己 不關你的事 不是你的錯 是社會的錯 不是只有你是這樣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如果只有你是這樣的 我今天是不會講這個 topic 如果只有你是這樣的 沒有人會看這本書的 其實這本書的作者 Steven Geiss 他本身是一條超級懶蟲 他由中學的時候開始 就說要健身 但過了十年 都沒有見過幾天 除了健身之外 他設立的其他目標 基本上都是半途而廢 或者是連開始都還未開始 所以就連他自己都直言不諱 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廢柴 即使偶爾 你會心潮澎湃 很想他做整件事 但他發現自己頂擁 只可以堅持兩個禮拜 每一次都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 放棄 我想這個例子 簡直就是和大家照鏡一樣 每個人都在經歷這件事 有時聽完我介紹一些方法 我講的一些書 可能大家的內心都會很受激勵 激勵了多久呢? 激勵了24小時 還是48小時? 我記得很搞笑的地方 10號封球 即是蘇拉萊那天 那天我講黑天鵝事件 廣場說 百年不遇那些事 是每年都會出現的 今次你認為自己已經做好準備 可能已經貼好窗 沒有再把車放在地下的停車場 重金頭保險 但如果有洪水怎麼辦? 你買定了橡皮艇沒有? 接著過了話口未完 過了兩個禮拜 就水浸了 當然啦 未至於你真的要去買橡皮艇 我意思是 其實你在聽完那本書之後 我們的生活有沒有馬上改變? 我們有沒有作出一些馬上的改變? 我們可能其實聽完那本書之後 就沒有了一件事 所以我發現 我們其實並不是缺少好的方法 去做成一件事 而是我們缺少了去行動的那個動機 我們最應該做的事就是 我們首先要令自己成為一部永動機 我相信如果要講魏力這件事 我覺得我一定是一個典範 我每天都會堅持出一期節目 就算那天沒有出 第二天我都會補花期 死人塌樓不撒屎都要出 那這些習慣是怎樣養成的呢? 除了我的意志力之外 其實就是每一個微小的習慣 但意志力這件事是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我們不能依賴意志力這件事 我們要依賴習慣的力量 好像每天早上起床擦牙洗臉 你需要用腦嗎? 自動波 就算你閉上眼 你都懂得擦牙洗臉 我們就要把我們現在很想做的事 變成這樣的習慣 令到我們想抵觸 都覺得對不起自己 對不起這個地球 對不起非洲的同胞 我們有沒有靜靜地坐下來想 究竟阻礙我們去完成一件事 或者形成習慣的原因是甚麼呢? 在很多年前我剛剛做Podcast的時候 就已經有人留言問我 究竟怎樣入行?怎樣開始做? 我不知道這群朋友仔 現在還有沒有聽我的節目 但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開始做了沒有? 我不是在評論你 我們要認真去想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開始不了? 阻礙我們開始的原因是甚麼? 我們有沒有認真地想一下這個問題? 會不會是你設立的目標 就已經想逃避 我現在家裡有1300本書 有朋友仔問我 你怎樣可以看到這麼多書? 我小時候不是很喜歡看書 有時間我留回去打機 我這個習慣是甚麼時候形成的? 我想應該在我大學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我最高峰 是一天我可以看到一本書 在那個時候我就是無心插柳 培養了一個很微細的習慣 可能你覺得一本書是很可怕的事情 但其實我是沒有設定 沒有要求自己 每天要看一本書那麼多 我每天只會做一個動作 就是打開一本書 沒錯 死人塌樓我都要打開一本書 到現在為止 我的習慣都是這樣的 我如果要逼自己做一件事 我就會去做了它 開了頭我就會做下去 好像早上 我其實思維不是特別清晰 如果你要我在早上 七八點去錄東西 我是很辛苦的 但為了迫自己要去開始 我就會把所有的東西都設定好 然後我就會錄第一句說話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每一條片的第一句說話 我都是剛剛睡醒的那把聲 錄到後面的情緒 和那把聲是不同了 後面是開了聲的 我往往第一句說話 都是剛剛睡醒的時候錄的 我最初的時候 我並沒有要求自己 一定要錄完一期節目 或者一期節目究竟是有多長的 我只是要求自己開始錄一句說話 後面的東西都是超額完成的東西 包括我以前培養自己看書的習慣 我就是要求自己每天都要揭開這本書 我就是揭開它 揭開到我昨天看到的位置 我就是要求自己這樣做 然後我就會看下去 你說我是不是一個認真讀書的人 其實我不是一個認真讀書的人 因為其實無論上什麼課 我都是在看自己的書 我大學那幾年就是這樣過 因為我很清楚我學這件事 是因為我喜歡這件事 而並不是因為我想通過它去找一份工作 所以除了一些很重要的內容我會去聽之外 我基本上都是按照我自己的節奏去學習 好像做Meditation 有些人說我堅持不了 很簡單的其實 我就是會打開電話按著它 它在播放中 這樣就可以了 你就會有時間放鬆下來去做Meditation 我每天都是這樣做 做運動也是 我相信做運動應該是對人類來說 是最難堅持的一件事 所以賣健身會籍那些 我覺得真的躺下來在賺錢 有誰真的可以堅持到 你可能可以堅持到 他可能可以堅持到 但絕大部分人都堅持不到 所以賣健身會籍一定虧錢的人是你 按日比按次比都沒有那麼生氣 因為我們想當然認為自己可以堅持到 但其實去健身是違背人性的 因為我們是拿苦離身 當然我知道健身是對我們的身體有益處 每個人在理智上都認識到這件事 但我們的身體是不想這樣做的 你明白嗎 你是要用意志力去克服自己的惰性 所以你不要當別人的精算師是流的 一早就看到你的東西 知道你堅持不到 才會叫你買兩年三年五年健身會籍 你又真的瘋了去買 你計算數 給你逐次去 比貴貴的去都還要貴 因為我們的期待值實在太高了 你想想你去健身房 你進去一次 你會只是逗留十分鐘嗎 你覺得對得住你給的錢嗎 所以你每次進去 你至少是三十分鐘起跳 一小時兩小時起跳 這一個這樣的目標其實是很大壓力的 你明白嗎 你見到都望而卻步 你堅持到兩個禮拜 但如果有某一日 你中斷了這個習慣 之後很大可能 你兩個禮拜之後都不會再去 然後頻率就會慢慢降低 可能一個月去一次 之後就廢了 那張會籍卡就不見了 不知去了哪裡 然後你可能就會過了一年之後 就會在網上轉讓你的健身會籍給別人 不要被我批中 絕大部份都是這樣的 看書、拍片 這些習慣都是一樣的 你為什麼要做什麼 每天說要看一本書 每天說要看一百頁 你沒有 你揭開一本書就可以了 你看一頁每天就要求自己 看一頁我都覺得多 真的 學我吧 每天你唯一對自己的要求 你唯一的目標就是揭開一本書 揭開你就贏了 揭開你就做到了 你試試 你怎麼會堅持不到 揭開一本書 我真的想不到 揭開一本書你堅持不到 你媽媽不想你兩句 我都想想你兩句 不只想你兩句 想你兩拳 又好像我之前跟大家說 我們減肥 要去吃那些100%的那種 朱古力 很多人都說 我剛剛馬上落單 我買了回家 你有沒有每天吃 有沒有每天餐前吃 你試一下不要吃三粒 不要餐餐吃 你的目標就是 每天都要咀一口 那包朱古力的包裝紙 對 吃不吃都是後話 咀它一口 你每天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咀它一口 如果你發現你已經躺下床 糟了 今天忘了吃朱古力 不要緊 去咀它一口 對 不用吃的 你咀它一口 包裝紙就完成了今天的任務 馬克柯夜料的時候 想起今天忘了吃朱古力 去咀它一口 我們試一下把我們想做的事 放在這些微細的行動裡面 我們每天都提醒自己去做 你在電話上設一個鬧鐘 然後去提醒你做也好 或者用你的方法提醒你做也好 這些微細的習慣 我們是沒有什麼可能會這樣都不做的 所以唯一會令到我們堅持不下去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忘記了 而且你要對你做這件事沒有期望 你不要期望自己 天天咀那個朱古力之後 可能後日明天就會開始吃了 不要緊的 你不要有這些期望 因為這本書的作者給了一個數據 我們會開始超額完成我們setting的目標 最遲是會去到56日之後 就是說如果你每天要做一個掌上壓的目標 可能你去到第56日之後 你才會開始做兩個 不要緊的不要去迫自己 一定要在每天都進步 不需要 每天都停滯都沒問題的 你唯一需要的就是 把這件事變成你的習慣 變成好像你刷牙洗臉的習慣 揭開一本書也不要緊的 你不看一隻字也不要緊的 你就像平時那些做儀式一樣 每天都會打開一本書 不看 打完一本書之後不看 吹嗎? 打開一本書不看 你就養成這個習慣 養成到50多天 可能你就會突然開始覺得要看一行 你不要去懷疑自己這樣做 這個進度會不會太慢 你不要去考慮這些事情 你為什麼要去評判他 每天只看一頁 每天只看一行 你一年都不會看的 本來你只是堅持到兩個星期 但是你堅持揭開這本書 可以堅持到50日 56日 100日 365日 你已經贏了 你贏了這個世界上99%的人 就是因為你揭開這本書 當然雖然我的1300本書 不是我本本都看完的 有些我覺得工具書 我沒有可能會看 你都不會拿本字典從頭看到尾 但是我大概都會看過的 不會買回來之後就在封塵 當然現在都在封塵 但起碼看完才封塵 不是買回來直接封塵 在家裡舉啞鈴也是一樣的 你每天舉一下就可以了 你就要求自己每天舉一下 甚至你不要一下也不要 我碰一下啞鈴 我拿起它 握住它 完成了 這個就是你的目標 我們去設定目標最重要的是 令到去做這件事 一點心理的底速都沒有 你底速他都覺得自己是罪人 底速他都覺得自己要被釘上十字架 對了 你就是要設定這樣的目標 這些目標你是不會有藉口 小蚊仔都找不到藉口 我們嘗試用這樣的方式去建立我們的習慣 沒有期待地去建立習慣 終有一天你就開始會超額完成 未習慣它最可怕的地方就是 你會在不知不覺之間超額完成 而且完成得越來越多 就好像我這樣 由揭開這本書的習慣 變成我每天可以多看一本書 每天早上由錄一句話 變成我每天可以做三四十分鐘節目 你不要以為我每天就是做這個節目 我其實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我還要錄小說、錄詩詞、寫故事 很多事情要做的 我怎樣可以逼到自己去做這件事呢 我就是由這些小的習慣開始 因為我覺得靠一個人的毅力 實在太過不可靠了 我都已經算是一個有毅力的人 但是我很多事情都堅持不到 所以你就一定要找一些 古惑的方法去哄自己入口 讓自己上了這條賊船 上了這條習慣的賊船 那就沒辦法了 你就死人塌樓也要錄一期節目 就會搞到不出事也要錄一期節目 你明白嗎? 這些習慣就是這樣來的 你經常說我沒有時間去創業 搞自己的副業 不要啦 你今晚開始就幫自己去做一個未習慣 今晚就開始 不要,現在就開始 今晚都怕你不做 現在馬上馬上現在開始 我每天找一條和創業有關的片來看 不用看 找就可以了 每天找一條 你設定這個目標給自己 或者我每天拍一條五秒的片 每天寫一篇二十個字的文章 每天拿電話來錄一句說話 每天揭開一本書 如果你可以堅持這樣做下去 你一年之後再回來看 你自己現在變成怎樣 哪怕我三百六十五日 每天都是揭開一本書 揭開不同的書 我都起碼揭開了三百六十五本 你起碼都描到幾隻字 你吸收到不同的資訊 起碼看過的書名 是不是? 但如果你要求自己 一年裡面看三百本書 你根本就不會去做 你連day one都不會做 可能day one做了第二天就不做了 其實你三百六十五日 看了三百六十五五本書的封面 都比你在day one看過一本書 要更加之優勝 那我們何必去設立那些目標 丟掉它 你就是令到自己沒有辦法抗拒 沒有辦法放棄 沒有辦法不做 然後堅持做下去 每天提醒自己做下去 這個習慣就會形成 真的就是這麼簡單 我已經把整本書的重點說出來 不過這本書裡面 會有很多具體的方法 我還是希望用這本書的結構和邏輯 去跟大家系統性地去講講這本書 前面的那段內容就是 我自己的一些經驗和我的一些看法 後面這部分就是這本書裡面的 一些具體的步驟和原理 Steven Guys就提供了八個步驟 幫我們去建立微習慣 我們就是follow他的一些步驟去做就可以了 第一步就是選擇適合自己的微習慣和計劃 我們需要找一本寶 然後就列一張list出來 將自己想形成習慣的東西寫下 不要超過四個 例如說減肥、看書、副業、唱歌等 找到這些大方向之後 我們就要將他的目標設定到一條 沒有可能會完成不到的下限 例如減肥、每日跳一下成 看書、每日揭開一本書 讀一個字、建立副業 每日找一條和創業有關的片來看 看不看完都不要緊 找一條片來看就可以了 直至找到你的方向為止 唱歌、看那些Kelvin小教室 或者找那些從零開始學唱歌的 每日就看一條片或者打開一條片 總之就要將你的目標 縮小到一個不可思議的程度 我們設定了目標之後 我們要去做壓力測試 找一天你最忙的時候 忙到趴在地上的時候 如果你都可以做完上述的四件事 就證明它經過壓力測試了 然後就是這樣堅持一個星期 看看自己有沒有底速心理 看看這些習慣會不會令自己很累 如果有底速 那你就要去調整一下這個計劃 可能四個習慣對你來說有些多 那你就刪除了兩個 只做最重要的兩個 而如果我們有四個習慣同時做 我們也要控制好這些時間 即是四個習慣total 就是用你十分鐘以來 即是你不要說 我今天開始要培養一個三十分鐘的微習慣 三十分鐘的不是微習慣 是你不會完成的習慣 是那些會掉頭走的習慣 我們一定要將目標縮小到 我們完全沒有底速心理的程度 才算是微習慣 第二步 我們要挖掘每一個微習慣的內在價值 我們要問清楚自己 究竟培養這個習慣是甚麼 你為甚麼要學唱歌 為甚麼要減肥 為甚麼要看書 為甚麼要創建自己的副業 不斷地問 例如說減肥我想有一個好一點的身材 為甚麼你想有一個好一點的身材 因為我想照鏡時自己開心一點 為甚麼照鏡時見到自己瘦了會開心一點 因為很多人都說我肥 為甚麼你會這麼在意其他人說你肥 因為我女朋友之前嫌我肥 然後跟我分手 原來你是想解決自身魅力的問題 其實你不是真的喜歡減肥這件事 你是想去證明一些東西 這個最後的問題 有沒有辦法令你一直都有動力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你真心想要的東西 如果你問到最後 你減肥的目的是沒有其他原因 我就是希望自己健康一點 我一直都跟大家說 其他人怎樣看我們 其實並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你自己怎樣看自己 去到最後如果你問的問題 你會發現你是為了自己開心的 其實這些東西 你就可以將它培養成為習慣 但如果你的那些習慣是 你會見機向其他人復仇 去聰明給別人看 在自己的臉上貼金箔 其實大可不必去培養這些習慣 即是喜歡看書、讀書這些東西 是我的習慣來的 是我的愛好來的 你其實沒必要模仿我 你真心地問自己 究竟為甚麼要看書呢 因為我想學多些不同的東西 為甚麼你想學多些不同的東西 因為我想增加自己的內涵 為甚麼要增加自己的內涵 因為這樣看起來 別人會覺得你好像很厲害 別人會覺得我很厲害 學富五居 為甚麼需要別人覺得你很厲害 需要別人認為你學富五居 因為我想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覺得自己很有面子 那麼虛榮心是否你要的東西 不是的 我其實不想要這些東西 這些習慣就算是 它有多微細也好 你培養出來 它對你的意義也不大 好了 副業也是 如果你覺得自己現在的工作 已經很滿足 也已經平衡到生活 其實你為甚麼要創業 只要你的生活上的幸福感是OK的 其實你是不一定要去做這件事的 就算其他人叫你做 其他人說到這件事有多好也好 它都不是你真正很需要的東西 那你何必去做呢 同樣道理 唱歌也問自己 究竟為甚麼喜歡唱歌 我們一定要找到自己真心喜歡去做的東西 才用來培養成為習慣 否則做一段時間 你始終會出現抵觸心理 我都說了 你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生活的不同的面向 你們接觸到的事物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去拍片的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做節目的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看書的 這句話好像有點問題 看書也好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做跟我一樣的事情 我其實只不過就好像在街市賣菜 可能我是賣菜 你是賣肉的 我每天跟你講一本書 我當然就是要去看書 也是因為我以前看書 所以我才可以做現在這一類型的知識類的頻道 或者你的行業根本就不是這些東西 所以沒有必要刻意去模仿一個人 具體做的事情 你一定要問清楚自己究竟想做些甚麼 你的真正動機是甚麼 你想想看書這件事我怎會抵觸 我每天都要做的 我不做根本就影響到我連節目都出不了 我做節目的目的是甚麼 就是為了輸解一下我內心那種很喜歡說話的性格 我接觸到的人又少 因為我現在已經不需要在街公司工作 我一天見來見去都是那幾個人 見來見去都是那幾個面孔 我做節目其實相當於我和幾十萬人一起聊天 這是我的需求我喜歡做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沒有那些需求 你不需要和我一起學拍片 我就可以解答我之前的問題 即是好像五六年前你問我 如何入行 如何做Podcast 你不應該問我 你問你自己為何要做Podcast 你為了甚麼 你喜歡甚麼 為何我現在不錄鬼鼓 因為錄鬼鼓是甚麼 他根本就無法抒解我想抒解的情緒 無法令我可以滿足我自己喜歡表達的慾望 如果單純讓我吸引人訂閱 我就去做這件事 就像以前開始的時候 其實人會很累的 我每天都做一些我都不太想做的事 我是靠我的毅力才堅持到 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毅力 我錄鬼鼓都錄了二三百期 但其實我跟你說我不是太喜歡錄那些東西 不是因為我害怕 而是我當時錄的東西是純粹因為多人聽 我又想去建立自己的頻道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方向去做 但後來我覺得都沒辦法表達到我自己 都不是我想要的東西 我便果斷地放棄了它 我是堅持到的 我基本上有甚麼我堅持不到的 我是有毅力的 所以其實有沒有微習慣 我都可以做到大部分的事情 但這件事可遇不可求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們是需要用微習慣來幫自己 去建立習慣 令我們堅持下去 第三步驟 我們就要把這些習慣 納入我們的Canada 納入Canada 是一件要很小心的事情 我之前跟大家說原子習慣的時候 就跟大家說 丟掉你的To-Do List 因為我們以前的To-Do List 也好 或者我們每天的Canada 其實我們是會把時間限到好死 例如幾點要做甚麼 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微習慣 我們一定要有高度的自由度 我們的底速心理才是會低的 沒有辦法在那個時段 做到那件事 不會令到我們 覺得有一種失敗感、挫敗感 如果揭開本書這件事 總之你在今天揭開本書就可以了 我管你早上7點鐘揭 還是你平常在廁所揭 總之你揭就可以了 第四步 我們要建立一個獎勵機制 提升我們的承受感 我們要令到這些習慣是有吸引力的 我們才會願意不斷去重複 我之前未跟大家分享過 我會在做完事之後 可以讓自己去看片 去播劇 未做完事就不能做的 錄完一集就播一集 我會用這樣的方式獎勵自己 總之就是要找一些 你自己是很開心的東西 去作為完成這個習慣的獎勵 你想想你一天四個的習慣 才用你十分鐘 你可以獎勵自己 煲兩個中劇 或者煲三個中劇 其實是很划算的一件事 你會傾向於 在煲劇之前 做完這四件事 鬼不知道你做健身 可以幫你減肥 幫你整條人魚線出來 雖然這些回報不是明天出現的 即是減肥也不是明天瘦 每天減肥也沒用 你快也是兩個月後才見到 明顯的減肥 所以如果我們與其期待 兩個月後的回報 我們不如每天都人為 幫自己製造回報出來 製造一些開心點去獎勵我們 即是好像健身一件事 不要叫他健身 叫他拿虎離身 他對我們來說 根本就不是什麼獎勵 像是一種懲罰 對吧 所以我們就要把一些習慣 和一些拉都不耕的獎勵 捆綁在一起 跑完步我就可以打機 多好多正 即是打機這件事 就算你不跑步 以前都會打的 你就把那些要拿虎離身的 和一些自己都幾願意做 幾開心的事捆綁在一起 這樣你就很有動力去做 第五個步驟就是我們要記錄 和去追蹤他的完成狀況 我們每完成一日這個習慣 最好在我們的Canada 打個TicTic 或是在你的電話上 現在都可以做到 你就標注了他 今天已經完成了 拍卡 當我們看到每天都有完成的時候 其實這一種本身也是一種鼓勵 一種獎勵 它會令到我們很有承受感 哎呀我連續365天天天都揭開本書 雖然一個字都沒有看過 但起碼我看了365個封面 你有沒有 我們每天都要在一個固定的時間 去查查自己的這個習慣 它的完成狀況是怎樣的 因為這些微習慣 本身就是簡單到不會失敗的 我們唯一有可能會令到這件事失敗的 我們不記得了 所以作者就建議每晚在我們睡覺之前去查查這個紀錄 哪怕在睡覺之前 發現自己不記得了做其中的幾個習慣 那你都還有時間做 因為四個習慣加起來才用你十分鐘而已 眼熬眼睡都做到了 你真的不欠在睡少了幾分鐘 第六部 亦都是微習慣的關鍵之中的關鍵 就是微量開始超額完成 我們之所以要定一個簡單到不可思議的目標 因為跟我們的人性有關 這是一個十分之狡惑的策略 我們會不好意思不做多些 這種心理就像你去十元店那樣 你真的買十元東西 你其實是不好意思出來的 或者不買東西又好像很奇怪 入都入去了 你最終應該不只會選一件東西 可能會選兩件 這個策略也是一樣的 當我們養成了每天都揭開本書的這個習慣 你真的有什麼可能 揭開本書又蓋上它 你自己都不好意思這樣做 不斷地讀兩行 這樣說服到自己其實都不是那麼差 每天都只做一個掌上壓 你自己久了都不好意思 每個人都喜歡 逗留在自己的舒適中 這是人性來的 所以我們一定不可以破壞自己的這種天性 我們的底觸心理就是源自於這件事 所以我們不可以令到自己的習慣 有一下子大幅度的變化 因為這樣的話會令到我們很不舒服 就是因為這種不舒服令到我們不想繼續下去 令到我們半途而廢 除非你有驚人的意志力 否則你就堅持不了 因為我們的潛意識是會想將我們帶回到 comfort zone 而未習慣就是輕一點的擴大你的 comfort zone 我們亦都不期望每天我們都會超額完成 但當若一旦形成了習慣之後 這一種超額完成就會變成你的習慣 你不超額完成都好像對不起自己 第七步就是我們要服從這個計劃的安排 我們要擺脫對這件事過高的期待 這一點也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 哪怕你連續56天都可以堅持到打開本書 一隻字都不看 你都不要責怪自己 你要有耐心一直這樣做 不要期待自己有什麼變化 一旦自己有變化 也不要馬上希望第二天又有新的變化 有它循序漸進地形成這個習慣 你的目標永遠都是揭開本書 就算你有一天一下子看了三十頁也好 你不要期待自己明天又要看三十頁 不需要的 你明天繼續翻開本書一頁都不看都可以 你要保持一種彈性 我們要抵制一種高期待值的誘惑 第八步就是要留意這個習慣養成的標誌 我們經常都會說 21天就可以養成一個習慣 很多人都在說這件事 但作者說這個理論其實是錯誤的 因為一個習慣形成究竟需要多長時間 是會因應每個人的個體差異 以及這個習慣的難易程度而有所不同 有些意志力很強的人 其實兩三天就可以形成習慣 只要那件事他想做 他就可以做到 而有些人可能會去到一年之後才可以形成習慣 這個差異其實是很大的 我們不可以只看平均值 另外也要看這個習慣本身的難易程度 以及這件事的複雜程度 計算我們堅持了多少天 只不過是一種鼓勵 它並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 不是說過了21天之後 你就真的可以堅持下去 我們對習慣應該是沒有期待的 他本身就不應該有截止的日期 因為他是習慣 你會不會說 哎呀我拆了明天牙 我以後都不拆了 會不會呢 所謂的習慣就是 本來我們希望這個行為 它變成一個持續性的習慣 是不是 我們要判斷這件事 有沒有成為我們的習慣 不應該看我們堅持了多少天 而是應該看看 它有沒有出現六個signal 第一個signal就是 我們不會有抵觸成水 唉又要拆牙 真的很煩 我今天不想拆 不可能的 不錄節目 周身不聚財 好像沒有洗澡 即是如果我們做一件事 做起身已經得心應手了 我們停下來 可能比開始更加之難 這件事已經是你的習慣 第二個signal就是 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張身份認同 你可以或是你會 四身為同來說 我最喜歡看書 我是一條書蟲來的 我經常看龍虎炮 不是那些不是書蟲 是鹹蟲 第三個signal就是 我們在行動的時候 不需要考慮什麼 我們是自動波地做這件事 你不需要說 我決定要打開本書 不需要的 我決定要打開咪 不需要的 你一邊吃早餐 已經一邊拿起咪 在插鍵 接駁線 第四個signal就是 不再擔心 你完全不會擔心 自己會放棄這件事 也不會擔心偶爾漏了一天 因為就算漏了一天 你明天也會補回 或者就算漏了一天 你也會繼續堅持下去 即是每天要出一期節目 已經變成了我的習慣 你很清楚自己 一定會繼續做這件事 除非有些緊急的情況 例如病了 萬年一遇的暴雨 但其實 就算是萬年一遇的暴雨 我都會做節目 睡在醫院 我都可以做到 除非要做一天手術 即是在麻醉的狀態 做不到 有什麼理由會做不到 沒可能做不到 沒什麼能阻止我不做 就算阻止到我一天 也阻止不到我兩天 第五個signal 就是常態化 而不是情緒化 即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 我今天終於又可以擦牙了 好開心啊 你不會啊 大哥 哎呀 我又可以洗澡了 好感恩啊 我先洗澡 我先擦牙 不好意思 我要先錄東西 做節目 第六個signal 就是這件事是很boring的 就算不是boring 都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它不會令到你覺得特別興奮 你只知道你做這件事 對你是有益的 對你是好的 好似你知道 我擦牙 就是為了我不用注牙的時候通 我做節目 就是為了以後 可以有更加自由的生活 可以令到我的brand 傳遞出去 我知道這件事一定會越來越好 所以就是不斷地做這件事 所以來到最後 我們會發現一個問題 我們之所以一直都行動不了 其實不是因為你懶 不是因為你被人蠢 完全是因為我們的strategy出了問題 我們由dayone set目標 那一下就已經搞錯了整件事 每一次當我們想著培養一個習慣 但失敗了之後 下一次我們又會滿懷期待 想著培養另一個習慣 或者重拾上一個習慣 但我們仍然都是用之前的那種strategy 那你會繼續一錯再錯 不斷地循環下去 我們就越來越覺得自己好像很沒用 越來越覺得自己沒有信心可以去培養到一個好的習慣 可以有任何的改變 講到這裡 其實你已經發現 不是你的問題 是沒有人教過我們用一些古惑的方法去培養習慣 你差的就是這種古惑的方法 所以聽到來這裡的話 麻煩你了 不要等到晚了才去幫自己去設定這個微習慣 現在就拿一張紙出來馬上就搞定它 按照先前那八個步驟 幫自己建立四個習慣 OK的了 接著你就做就是了 一年之後 看看自己有什麼變化 我真的不相信每天只揭開一本書 這件事你都做不到 講完了 開波 今集的時間來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覺得本集的資訊幫到你的話 記得subscribe這個channel like和share這條片 按下個鐘仔去 加入會員頻道 或者使用超級感謝 贊助一下我的製作 我是陳老師 我們講金不講心 如果你聽到最後的話 麻煩你在搜尋欄裡 幫我建入陳老師大話歷史 幫我subscribe這個channel 現在還差330個subscribe 我就可以去到1000的訂閱 要去到1000我才可以拿到廣告費 麻煩大家幫忙 幫我走 麻煩你 求一下你 幫我走 養成幫我subscribe like和share的習慣 很簡單 每天按個like 一打開條片 就按個like 一打開條片 就share就是了 你一定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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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